歡迎來到網上世界 今天講一些東西比較深一點的 我不知道多不多人看 因為通常Youtube 人們都是講熱門的話題 這些是一點都不熱門的 非常冷門的 所以需要大家支持 你聽完之後 你說你覺得好聽 記得按個like和下面討論一下 另一條影片就會更多人知道 如果我看到的觀看數比較多 我會說多一點 因為這些東西都挺偏門的 其實是 因為自己平時之前多時間 這段時間就很忙 甚至都沒有回家 忙到這樣 所以 這個分享 我想我有時間 閒談的時候 我會出 不定期出 你看到我Youtube比較少了 但是 Patreon是每天都照片的 就是最更新的 經濟資訊 或者我自己本身 發生什麼事 我都在那裡說 快要收樓 另外那層樓 有時候買樓都被人罵 現在買樓都不行的 好像這樣 其實因為 之前都沒有想過的 就是隨便買 不知道買什麼好 現在就變成 可能真的要用另一層樓 我一間 我老婆和子女又另一間 我們並不是分居 不要搞錯 不是離婚 沒有關係 但是變成自己要用 原本想租給別人 但我想可能自己也要用 也不夠用 好 那就說回這裏 今天這段是比較悶的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聽的 這個世界一切皆去還 如果你看佛學的時候 會有說什麼一切皆去還 但是這次完全是用 科學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OK 那為什麼你看到的東西都是假的呢 但是我們知道它有什麼用呢 其實是很有用的 因為你想的時候 你用真實的角度去看這個世界 所以你什麼都做不到 就是你會看到 為什麼小時候這麼開心呢 做人 你不會煩很多東西 你覺得很多東西 你不會憂慮 但是 到大了你會發現 很多東西都是很現實的 原來很難的 賺錢很難 上流也很難 很多東西都很難 但是其實你覺得難 因為你覺得太真實了 其實你不用覺得太真實了 你當它全部都是一個遊戲就可以了 那為什麼這個是一個遊戲來的 為什麼是假的呢 今天要說這件事 但是用科學的角度去看 其實有很多很多證據 你會發現這個世界是假的 但是用科學的角度去看 其中一個就是有下限 還有一個上限 什麼叫下限呢 帶到一個宇宙 牛頓很早已經研究這個宇宙 所謂經典物理學 所有星體在運行的時間 都完全是準確的 還有它的質量 毫無偏差 但是 當大家研究到越來越小的時候 發覺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你將這些東西不停地縮小 一分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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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 原來去到一個場地叫Plank 這個Plank 在物理學上 就不能再切細了 那為什麼呢 不能夠切細呢 就是說 最小就是這個單位 小到一個位就是 如果我一觀察它的時候 我不是很確定 究竟是在這個Plank 還是在旁邊的Plank 就是說 你切到 是會有盡頭的 即是說 好像在一個遊戲裡面 那個解像度 去到某個位置 你看到一個螢光幕 你將它無限放大 你會看到它是一粒粒的 起格 原來我們所謂 所謂 覺得好像很圓滑的一個 物品 其實原來是起格 你想一下 拿著一隻杯 將它無限放大 原來是一格格的 那你說是不是一個模擬世界 其實它是一個模擬出來的一個 一個東西來的 好 另外 下限制 你不能夠無限分割 那你向上呢 那又怎樣呢 亦都是一個限制 向上的限制就是光速 那大家 如果你讀Physics 大家都知道光速 是不能夠被超越 3x10的8次方 大家都記得 去到那個位置的時候 就會被限制 那為什麼是這樣呢 是不是鎖住在那裡呢 為什麼 這個就是我之前有說 地球監獄的理論 那如果你還沒看過的影片 你就回去看 我回到Youtube放了很久 其實已經幾年了 我一直講過很多很多段 好了 那接著呢 為什麼光速是不能夠被超越的呢 那其實呢 你要想到CPU的那個玩法 那如果你是有留意的那個 譬如 你當一個電腦 電腦 電腦裡面有一個CPU的嘛 那個晶片的嘛 就是核心的那個 Core Unit呢 裏面呢 其實有幾個部份的 就是如果你讀電腦 你也知道 Ctrl Unit ALU Main Memory 就是它有一個Cycle 我們那時候讀就有這些 就是Fetch 拿一些指令出來 Decode 然後再執行 那我們有這些號碼的 譬如 它那個指令是做加 或者傳取Memory的資料 那樣 好了 那於是呢 它有一個周期 有一個Clock Cycle 那就是有一個時鐘 那個CPU有一個時鐘的話呢 就是 它那個默充 就是那個時默 Clock Speed 那於是呢 就就是說呢 一個電腦呢 原來呢 它是有那個上限的 有處理器的上限 就是說呢 當你超 快到光速的時候呢 時間就會靜止的 是停了的 因為呢 你越走得快呢 你的時間就越慢 你去到光速的時候呢 所有東西都會停了 為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overload了那部電腦 就是我們這個世界 如果你超光速這樣走的話 就是去光速這樣走呢 你沒有可能超過光速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已經走到這個CPU的盡頭 我們所有的東西呢 已經去到一個盡頭 你已經去到這個模擬世界的頂峰 你overload了那部電腦 那部電腦不能夠再快 那就是很肯定證明 這個世界所見的東西 都是虛擬出來的 是模擬出來的 所以呢 這個是 其中一個最大的證據呢 就是 這個世界是虛擬的 好了 虛擬有什麼作用呢 還有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最後 虛擬有什麼作用呢 就是 你既然是假的話呢 其實你可以創造任何東西的喔 所以呢 很多時候呢 為什麼你創造不了呢 就是你的觀念的問題 那 大家有沒有聽過相逢實驗 Double Sleep Experiment 那如果你不知道呢 你去看一下 我之前也有條片 講這個 就是說呢 很多人都覺得 他對他身邊的事無能為力 或者對他人生無能為力 那其實是完全錯的 剛剛正正是相反的 所以呢 為什麼佛教呢 又說呢 向內求就是這個意思呢 因為其實呢 你就是整個宇宙的主人 那那個宇宙是什麼呢 其實宇宙是不存在的 唯一存在的是你自己 OK 我不知道大家聽不明白 那另外第二件事呢 就是 第二件事就是 譬如你現在在公司那裏做事 或者在家裏 你在家裏的時候 你公司是不是存在的呢 其實是不存在的 OK 你身邊所有東西都是不存在的 如果你在這個環境 你身處於家裏的時候 那你的所有存在的東西 就只有在你家裏 OK 所以呢 所有的時間呢 都是一個幻覺來的 即是你身處現在的話呢 所有東西就是現在了 你並沒有你的過去 以及並沒有你的將來 大家以為是有的東西 其實是沒有的東西 所有都是幻覺來的 所以為什麼呢 《地藏經》都有說過 如果你見到任何實相呢 都是假的 因為根本它是不存在的 全部都是模擬出來的 是real-time rendering OK 所以呢 如果你去到這個位置 如果你真的可以了解到這件事的話呢 我可以這麼說呢 你人生所有的東西 都是你的操控之內 OK 你要反過來 你知道這個原理之後呢 你倒轉反過來 去利用這件事 去幫你達成你想要的東西 那這個呢 就不是那個所謂 那個吸引力法則 所以我就是用另一個法則 去做一件事 那這個跟你的精神 那個理解呢 是很重要的 你要理解你的腦部怎麼運作呢 你就可以控制你所有的東西 隨心所欲 你想怎樣都可以 整個遊戲就是由你去玩 好啦 那你覺得有用呢 讚讚讚分享給朋友啦 那我有機會呢 在這裏再分享啦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有興趣這件事